夜間小黃來帶路 宵夜吃完飽到兔啦 爸爸 這跟爸爸的感覺都是傻聲 大家有挑戰男 賣個洗版啦啦 繼上次拍了台中文獎美食之後 網友瘋掉 公教你們拍其他縣市的文獎特輯 整天的會不會你們拍一拍直接變 老司機啊 還做黃色的 隨便抱歉你們就故意的要想滾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開箱台北文獎美食 那我們這次老司機專車直接開進台北啊 那一樣啊 我們隨機攔轎車 抱歉啦 又口誤了 隨機攔車跟轎車好不好 那吃宵夜的同時呢 我們就順便來看看 台北的蘇姬大哥 有什麼口袋名單呢 期待啊 吼 讓你歡迎今天的蘇姬女郎 阿貴 大家好 很久沒看 我是阿貴 我跟你說啦 台北的蘇姬大哥你們有福啦 這等級 會有 會有何鳥 這等級我要說照顧你們啦 帶我們去吃好料的 蘇姬大哥等等我 我覺得他今天好像有一點 不正常 來喔那因為你是在地人 所以今天你有期待什麼 厭遇嗎 不是 你有期待什麼宵夜嗎 宵夜喔我想要吃那種 就是一般人絕對吃不到的 所以你意思 司機大哥他不是一般人 那是什麼人 在地啊 司機是地頭蛇耶 廢要不囉嗦 我們開動 開動 爸爸 大哥你好 我們想說這一集就是 想要請蘇姬大哥 你們一定有很多口袋名單 他帶我們去吃好吃的小夜 牛肉麵那一類有吃嗎 好吃的牛肉麵喔 對啊 真的假的 它叫什麼名字啊 它叫鍾米 它是小菜厲害的 對啊 它是小菜厲害喔 現在很少會這麼年輕的 帥哥計程車司機呢 我不年輕 我46歲 那我看不出來啊 看不出來 大哥你很會保養耶 大哥在問今天的司機女郎 你好 剛是我招車成功 你是因為他才停下來的嗎 應該要說是吧 東影快刀手喔 這個名字很屌耶 OK啊各位 那第一間啦 剛剛那個蘇姬大哥 帶我們來吃這間叫做 東影刀削麵 快刀手 我到底要講錯幾次 蘇姬大哥說 來這裡要點他們的招牌牛肉麵 一定要刀削的喔 因為他們這都快刀手 快刀手 牛肉麵小碗的185元 很誇張耶 各位 它這裡面有五大塊 喔 夭壽啊 這麼大塊 這麼厚 真的 比你把臉皮還好耶 這真的很厚嗎 我剛剛跟你寫考慮 快來吃看看 我們來吃看看他們那個 老闆的刀到底好不好吃 老闆的刀削的好不好吃 快刀手 他們將麵條一口吸進去 整個超軟Q 它不是那種死Q你知道嗎 不是像說就是一直咬不開那種 它是那種軟綿軟綿那種Q感 它吃那個麵起來還有附著湯 這樣吸進去超好吃耶 湯感覺有用那種中藥材下去熬 整個 舒服啦 齁齁 整個軟軟軟軟軟軟的 整個這樣 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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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烤肉 真的可以 哇 我沒了 它肉超嫩你知道嗎 趨近那種入口即化的感覺 完全不會乾采 而且是充滿著那個 滿滿那個湯汁的味道 多汁你知道是什麼嗎 Juicy啊 為什麼要Juicy Juicy 我是點了一個汁 就變成陳寗玲 你以為我講的陳寗是楊陳寗玲 不然 不 我敢大膽說 它這一間 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牛肉麵 我說肉的部分 所以 宵夜城這是第一名 所以它還不是你心中第一名 嗯 我也有吃過也很好吃的 我嗎 你都還沒吃過 我突然不知道接什麼 然後又很怕被黃標 我也不能講話 你知道嗎 湯吼 我來喝看看 湯喝起來不會讓人家覺得很膩 然後重點是 它裡面就是有一個 鹹甜甜的感覺 有感覺有那種蔬果下去熬的 所以 帶一點甜甜的感覺 我覺得整碗就是 一絕 一絕 就是肉到麵到湯都很好 而且湯還 真的啊 還沒人都這樣嗎 欸 可可 來喔 這間的牛肉麵 I like it 啦 齁 再來 蘇姬大哥推薦一定要點他們滷味 齁 整個這樣 全部都給它滷進去 你知道嗎 我知道你也蠻滷的 阿貴齁 現在單身大概18年 我想要吃他們豬筋 來喔 來我們來吃看看他們豬筋 是好吃的 但沒有到特別經驗 老闆先來了 小聲 我覺得滷汁是好吃的耶 它滷汁有一個中藥的味道 有一點點的微微微辣 滷牛肚吃完之後跑到吐 牛肚可以耶 牛肚可以耶 它牛肚吃起來 很好吃耶 是很轉脆的那種口感你知道嗎 我跟妳說平常不吃牛肚的耶 真的假的 對 為什麼 因為很容易有一個味道 啊對 他們這個完全沒有腥味 然後 就是完全就是 非常新鮮那種口感 對對對 舒服啦 來喔 豆皮喔 Unbelievable 整個吸滿那個滷汁 整個咬進去 多汁 然後整個鹹香四溢耶 它那個菜單上面 豆皮畫了兩個讚 比那個一豆讚還厲害 讚讚讚讚 整體來說 他們家滷味我個人覺得 他們家滷汁風味是很好的 那就是可能排除我個人口感 就是會覺得它比較鹹一點 對張華人來說 這個鹹剛剛好 張華人想那 阿萬台那種就是要甜 宵夜就是要吃這種有點鹹的 真的為什麼 因為你很常吃喝晚酒 喝酒是不是 來吃宵夜啊 只因為你會這樣喝酒 我幹嘛都不在喝酒的 因為你喝酒跑不起來 我們才會起來 你閉嘴這個不用在這邊講 OK啊各位 那整體來說 這間東引快倒手啊 舒服啦 舒服啦 你看阿貴舒服起來就是不一樣 舒服啦 可是我頻道會變很情色耶 什麼一位 阿貴 叫他攔車真的是對的耶 他每一台都給我停下來啊 我們這一集的主題 想要請你帶我們去吃 台北隱藏版的宵夜 麻油雞啦 雞活啦 或者是 我第一次聽到 麻油腰子 好 腰子你知道嗎 腰子 磨毛油雞 大哥我愛油雞就好耶 油雞就好耶 那個價值太高了 所以那個剛好也快冬天 這個蘇姬大哥要帶我們去這個 沒有名字的麻油雞 麻油雞 你知道翁山蘇姬的哥哥叫什麼嗎 不知道耶 蘇姬大哥 不好笑 不好笑啦 不好笑嗎 我勇氣不夠的人嗎 大哥帶我們來吃這個 麻油雞麵線 然後還有什麼麻油窯子啊 空海店面 跟計程車一樣晃 莊家般麻油雞啊 剛那個台北的蘇姬咕咕啊 帶我們來吃這一間 莊家般麻油雞麵線 他們這一間好像在台北 非常多的粉店 我老實說 我好像有吃過耶 我也有吃過 你有吃過 我都可以去開計程車了耶 你是老司機啊 那我們今天簡單的點了一碗 綜合麻油 200元 還有一碗 麻油麵線 40元啦 來啊各位啊 整個這樣滿滿的配料呢 欸好喔 湯看起來很好喝喔 我也看起來很好喝耶 我不要再看你耶 卡麵仔卡 我 卡麵仔卡 好難 你快點吃喔 你知道你要吃完 你要去按摩耶 不要講出來 各位啊 看一下他們的麻油啦 喔 麻油麵線這樣啦 嗯 嗯 舒服啦 齁 我覺得它第一口進去 完全都是那個酒的味道 非常的濃 但是我覺得還不會醉 這碗很香 尤其是那個麻油的部分 它這個麻油的味道 我覺得也算是非常的濃 但是它整體吃起來 有一個非常大的優點 完全不會照熱 我覺得滿溫暖的啊 你現在溫暖是因為它是燙的 還有因為我熱情在這裡 暖暖喔 對 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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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口 暖 味道算是重的 但是喝起來是不會讓人家 覺得有負擔那種感覺 來喔 再來進入我們的重頭戲啊 我們的麻油綜合 齁齁 裡面結合六種東西啊 來對你別愛心喔 來啦各位 我們現在吃一下他們的腰子啊 欸我覺得他們家腰子 厚然後很大片 很大片 我覺得他們家腰子 腥味不會到很重 就帶有一點微微那種腰子的味道 舒服啦 齁 可以啊 我們喝看看湯好不好 湯湯水水 阿貴醉水啦 漂亮啦 我還等這一拍 湯是好喝的 他們湯是順口的 就是鹹香味帶有一點甜甜的感覺 就跟你一樣 我是很甜 我是很甜 我往下撈 欸 各位啊 菜耶 它有高麗菜耶 難怪那麼甜 OK啊各位 那整體來說 這一間 莊駕般的麻油雞啊 舒服啦 齁 舒服啦 齁 喝完麻油雞 你買幾個 就燒掉了 要解熱嗎 要去解熱了嗎 你問我要不要解熱 你要幫我解熱是不是 要 這麥味 喔 我們阿貴啦 真的厲害啦 大哥你好 你好 小妹 請你帶我們去吃 你覺得台北隱藏版好吃的台北宵夜 聽你的就對了 你看很多人都在那裡用啊 你已經知道哪裡去哪裡了 在這裡晒晴耶 你就說我感覺好吃 我沒有在這裡拍你去就對了 喔喔喔 這樣哪裡去哪裡 可以跟我說一下嗎 那個 福德涼麵 福德涼麵 它就只買涼麵而已 但是涼麵就很多口味了 我需要 有什麼炸菜肉絲的 有什麼炸醬的 欸是黑麵嗎 喔 啊 你怎麼會有苦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誰是有苦 要劉媽媽嗎 好啊 劉媽媽來 好啊 來啊 要放一趟 沒有福德涼麵 我們來去吃劉媽媽涼麵 Let's go Let's go 酥雞大哥帶我們來吃這個 台北好像非常有名 劉媽媽涼麵 對 我是不懂啊 就是為什麼台北人 這麼喜歡的吃涼麵 你知道嗎 而且全部涼麵幾乎都是開到半夜的 我們簡單的點了他們的小份的涼麵 這樣 五十元 裡面就是基本上就是麻醬啊 然後配上那個麵 加上那個小黃瓜 他們家的涼麵 我覺得他的香氣是比我以前在吃的涼麵還要多的 非常的濃 你知道嗎 那個麻醬的香氣很濃耶 對我從這裡就聞到了 各位啊 我看來你的涼麵嗎 帶有一點辣辣的那種感覺 但是我覺得他辣不是辣醬的辣 是蒜泥的那種辣 哦 原來是蒜泥 對 劉媽媽 蒜頭很重耶 蒜泥很 不要脫我的哏 現在講話很臭啦 太誇張了吧 如果這個麻醬的味道可以再重一點 喝的會更喜歡啦 只是簡單來說呢 這個劉媽媽 你倒在涼麵喔 不是我的菜啦 我只知道你剛才吃油氣了 啊你覺得呢 我 我是比較喜歡清爽一點的 他們家的口味會比較醜 比較重口味一點 對 對 看來 喝酒完 再來是我們的三合一五十元啦 蛋花共丸 還有我們的味噌啦 那個蛋花湯很好喝耶 我覺得味噌的香氣有 然後還有那個蛋香 蛋很滑嫩 然後喝起來很順口 喝起來不會很重鹹 整體來說他們叫蛋花湯啦 我給過啦 齁 這個可以 我覺得他們湯真的蠻好的 而且也是 比其他外面那個味噌湯還好喝 好了你們到這邊 那一手 一手是中筋的啦 抽筋是不是 要吃點中筋 以上是這次的台北問獎美食啊 我只能說 台中跟台北的計程車司機啊 他們推薦的東西 真的完全都不同 今天都是麵 對 你會大了 從第一間的牛肉麵 第二間的麻油麵線 第三間的 涼麵 就我們拍問獎美食以來啊 齁 其實很明顯的 中部跟北部的人吃東西 那個飲食習慣就不一樣了 那總結以上三間啊 我個人最喜歡 而且我想要再回訪 就是我們的 我也是東銀快刀手 你為什麼要邪惡我啊 我真的必須說 他們那個牛肉麵 真的是我吃過牛肉麵以來 最好吃的 牛肉很大塊 湯又很好喝 加上那個番茄的香味 舒服啦 舒服啦 我被吵 對不起 以上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追蹤一下訂閱 還有我的IG 跟臉書也要幫我追蹤哦 我們收工 收工 耶